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直接在赛道赏车 还有还没上市的812 Superfest 以及梦幻的FSSK 还有Love Ferrari的Aperta 不是各一台 是好几台 以及独家的前进杜拜法拉利乐园 可好玩咯 这云霄飞车是可以模拟赛车 找赛车手来体验看看是什么感觉呢 超跑车场的魅力行销数 通通都在今天晚上的梦想街 57号 观众朋友晚安 我是盈婷 今天我们有非常多的独家 要跟大家分享 我们直接带你超近距离前进上海赛道 同时带你到杜拜的法拉利乐园 好好来看看法拉利满70年 这家车厂有哪些的特殊行销数呢 再看它吸睛的行销数的同时 台湾发生了大事情了 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要小心 今天一大场的暴雨 让很多地方残出了灾情 今天我们录影的现场 很多达人朋友差点赶不到现场 今天的状况非常多 要特别请大家小心一点 如果车子泡水了 我们要怎么小心 而且未来要小心不要买到泡水车 今天我们一并 来帮大家做贴心的叮咛 首先邀请今天加入我们的好朋友们 欢迎罗坤米 罗哥 以及Eddie Young 还有叶明德先生 以及拉尼克 Nick 非常欢迎四位今天 全身淋得湿大大的来宾 本来早上要录影 我们现在延到几乎是下午才开始录了 为什么呢 因为有人困在路上 我们来看看 稍早之前拉尼克先生在路上 真的很惨 因为他就是在重灾区 北投淹得很惨 那个我看很多的车都卡在路上 你根本动弹不得对不对 我是从红树林那边出来 那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因为下大雨就已经全部 因为我是走山路 我没有走外面主要道路 那已经塞住了 那就觉得什么山路也塞住 结果才发现 从山区下来的水太大了 然后全部都是机车全部抛锚 这个画面是你稍早的那个状况对不对 很严重 这个画面差不多 因为我刚刚有先传了一些画面过来 那那个水几乎就是 摩托车是几乎你看到三台三台全部用推的 而且是两个人推 推这个机车还推不动 那我们车子通过的时候 很多地方是根本就是 轿车有点变得像SUV在越野 你就看到从窗户看出去水就在旁边 其实真的很严重 所以大雨来袭的时候到底你的爱车要怎么办 今天我们来帮大家分析 可是稍早之前灾情接二连三 罗哥我们从朋友好朋友的脸书一路看下来 真的吓死了 你看这水淹的什么样子 对 这是我们早上我们这个朋友的脸书 自己说他住三只 比兰尼克还远 对 那他本来要去上班 结果碰到这种情况 根本就没办法去了 刚刚那张图你看他路边 本来是自售车 这是在卖的车 对 这个是 因为他手机充分忙忙拍一下 所以不清楚 所以我不知道他这个上面贴多少钱 我想现在可能价格都要往下修了 所以这个问题 虽然我们都有手机都有收到警告 就是说今天会有这大雷雨 可是没有想到来得这么急 这么快 这种天气大家真的要注意安全 不要说急着要去救爱车 对 你看这个宾市北投场 我跟你讲真的 除了我们自己个人身家财产受到影响 其实很多车厂的车都淹了 我们看到这是在宾市北投场 因为这次消息应该在关渡北投那边 这个雨下的速度比较快 对 所以这个网友也传来这个照片 这应该是那个宾市的关渡场 他们有一个停车区 后面的停车区 我们仔细看 有一群人在努力在救车 好像不好救对不对 对 这样可以看得出来 你看后面的远方的这个停车区 地势比较高 但他们应该怕这个雨再下 这个积水会淹到后面的停车区 所以他们想把车子从前面移出来 那我们看 观察这个出口 应该是地势比较低 所以当车子开往出口的时候 其实是车子会淹得更严重 这是刚才 我们公司同事拍回来的 拍给我的影片 这个呢 这个是我们公司楼下 我们公司楼下 那你可以看到旁边的机车 然后都 机车是不用讲了 已经拜拜了 对 那我们公司很多同事 这几天大概不知道怎么回家了 因为机车已经坏掉了 对 然后这边也有看到 车子也是淹到一半了 这就在你公司旁边而已 这就我公司 去公司门口这里 这就我公司 我公司同事出来移车 然后就跟我回报 就说他回不了公司了 然后他就拍了这个影片给我就说 我真的回不了公司 因为刚刚早上尼克立刻跟我们说 他车子也发不动了 其实这种天气真的 车子会有很多状况的 我们再回到刚刚Eddie给我们看这张 那通常车厂的车子 如果泡水泡成这样 那他会需要怎么处理 第一个这个应该说是 这个内部的这个 检讨这个损失 然后这些车子应该有特殊的做法 他不会往外卖 他会做一个整理 然后可能去租赁市场 然后就变成公司 一些合作的一些租赁的使用 这样他不会当新车卖 他有特殊的方法出来 因为整理完如果 如果淹得不严重 但是这个淹得严重不严重 消费者其实都不太能够接受 就你有淹一点 因为你曾经淹过 感觉上有淹一些的话 他其实对于消费者的信心 会有影响 那一般车厂比较负责任 他都会把这些车子 自己造车回收 然后看看在内部怎么用 大部分都不会流出 单独卖给消费者 但是如果今天你是自售车 在路边的自售车 这个价格就要蓝牙砍半了 而且如果接下来很多 这种泡过水的车 可能就会流到市面上了 要小心 有人在收购泡水车的 一直以来都有 对 是 就是说像这样子的情况 他已经贴了自售 可是这个车看起来也是旧的 那可能这个车可能 本来贴 可能十万内 十万内 现在可能是在报废的钱 现在可能就没有 没有什么价值了 那其实一般中古车行 会不会收泡水车 如果假设你的车子 真的不幸碰到这样子的情况 你要不要卖给中古车行 还有就是说 如果你的车子本身 已经比较老了的话 你愿不愿意再去修 对不对 这些都是自己要考量的问题 对 那你如果自己去修 第一个可能要花很多很多的钱 搞不好比你的残值还贵 对 那很多车行就可以 可能愿意用很少的代价 跟你收走 那其实车行收这个 其实中古车行 你可以收进来 立刻几天就卖出去 那是最好的 你整理一台泡水车要花多久 一个月以上 蛮长时间 太阳要晒干 所以严格讲 不是那么多的车行 乐意做这些事情 没错 我们要注意一个重点 刚刚罗哥讲了 要真的把它整理好 多久时间 一个月以上 对不对 所以一个月后 如果你要买中古车 你就好检查了 那个缝缝编编 我们要怎么检查 德哥 其实泡水车 不外乎你从它的这个 你把保险丝盒打开 因为淹贵水 一定有淤沙 然后还有它的那个胶条 它轻不轻 它不可能整台车拆空来弄 所以从一些角落 你都会看到那些细沙 就疑似泡水车 那有些可能它的板件 本来就没有做得那么好 防锈没有做得好 这时候你把引擎盖 或甚至把地毯掀开 它有些接缝 可能就开始呈现了 有些谁呈现的装 因为一个月的时间 还有另外一次买卖契约 你可以注明说 如果有泡水车 你要全額退我 这是买卖合约上 可以保护你的 那政府有制式的 中股车买卖合约 你可以用那个制式 买卖合约来跟业者签约 或者是比对它的合约的内容 而且过去的经验 就是通常 北台湾如果淹水 你可能 你真的不用担心 你在北台湾会买到泡水车 因为泡水车都刷了 因为这是北车 北车南卖 南车泡水就往北部移 大概是这样 所以下一个月 南台湾的朋友们 如果真的要买泡水车 如果要买中股车 真的要特别的小心检查 尤其细项要检查 现在新车在购买的时候 有那个5万折旧 对 就是你是中股车 像这种10万的 最后其实 它即使卖是1万 它其实最好的 是去卖给人家 要买车的时候 拿5万来折的这个 旧车政府补助 它可以用这个方式 那就是变成报废 对啦 就是它直接就报废了 就是再拿一点补助 不如少补 那这是 如果刚好你买新车 你车淹了 那刚才买个新车 你不要一直想着修 那可能你拿自己的车子 去低5万块 政府补助 然后再买个新车 这也是一个方法 对 这是我们怕 买到泡水车 或我们的车被有心人士 拿去卖 欺骗别人 但是有一个角度 我们可能比较没想到 就是如果真的车子泡水 我也没有那么多预算 要买新车了 那我该怎么整理 你会觉得整台车 有好多好多的格西 就像刚刚泡到那样子的轮胎吃上 那我回家我要怎么整理 因为怎么样都觉得 可能引擎已经受损了 对不对 应该这样讲 就是说你自己判断 如果你只是进到 就地毯弄湿的 水淹到门槛 那基本算轻松 你可能就是等晴天干的时候 你自己啪啪的 清清的 去汽车美容清清的 那如果说 你已经淹到1 2 但你引擎没发 那也还好 因为主要基建没有 但是要确认就是线路 因为很多我们老车 它原本的线路 它外面的那个塑胶 它可能本来就破皮了 然后你这时候 你又浸水淹过 那即使晴天以后 它那个线路 斑驳的情况 会更严重 那时候就有可能会烧炸电 那很多火烧车 不外乎就是漏油跟漏电 那这个就是已经是漏电的一个可能的根源 车子泡到水 以后会变火烧车 这是有可能的 有可能的 有可能的 因为它本身的那些绝缘 又因为泡水 它会腐坏得更快 那还有一点就是说 你如果回原厂 我们通常会建议大家回原厂 可是这时候原厂它可能 它的消耗量也满了 满载了 对 对 那你还是得找幸运好的厂家 因为很多都是用滑的 可能你这个没胖 他也不知道你这个有胖的吗 你这个硬吗 你可能不知道 你只要缺了你自己 有沒有发过引擎 对 如果说真的那台车 可能也只有几万块的残值 你可以就是稍微忍耐一下 缩衣结石 整个车換了一台新的 对你也更安全 那要劝告大家有一个很重要 就很多人它是大楼地下室的停车厂 你如果淹水你千万不要车车 对 其实你是海龙挖兵也不建议 对 因为真的很多意外是在这时候发生 你永远不知道水下面还有什么陷阱 你永远都没办法踩上去 佩丁香救了都在地下室 会漏电 佩丁香会漏电 你也说你在下面你接触水 可能你到那个附近可能会电到 所以这也是另外一个危险的地方 都要等水抽完以后再下去 不是 这次来太临时了 如果我停在公有停车场 然后来了这么临时的鲍鱼 让我车子毁了 我可以求偿吗 公有停车场 这个要看鲍鱼 不可天灾 这个有办法 除非你有保天灾险 你只能跟保险公司想办法了 对 那政府是没有办法补偿你这个的 因为是突如其来的意外 这就像你落后拔斗 你还要裹配对不对 对啊 要走路要随时 对啊 所以大家停车真的是 也要平常时注意 尤其这种天气 就像婉娘脸孔一样 突然说变就变 所以根本就反不了 那我们会持续的带大家来关心一下 这样子的突如其来的雨 或者是突然间的大太阳 你爱车要怎么小心 怎么照顾 我不要再出了状况 那今天呢 我们也帮大家会整了 因为到星期五了 我们来看看法拉利满70岁了 我们要带大家独家的前进 上海国际赛道里面 各位梦想街的朋友们大家好 现在迎庭人在上海来为大家报道 法拉利从1947年到现在 已经正式进入70周年了 今天算是法拉利在上海赛道上面 所举办的Racing Day 虽然说每年都有一次这样的嘉年华会 但是今年的因为适逢70周年 所以看到现场的人潮非常的多 那么也因应的这样的嘉年华会 今天在现场除了可以看到F1的车款 也包括我们等一下可以看到FX SK 那么当然从博物馆里头 据说也拉了六台非常特别的 法拉利的古董级的车款 会来到现场来做展示 所以法拉利的臣民朋友们 今天绝对可以让大家一保一眼福 我们也会尽我们最大的努力 把所有车款报道得非常详尽 各位观众朋友812 Superfest超级快 也就是统哥说的Youshukin 他的本尊真实呈现在我们面前了 非常的荣幸可以近距离的看到他 德哥早就想开他了对不对 对Youshukin他最厉害的是说 他虽然是采用前置引擎后轮驱动 但是他的引擎其实已经扩缸了 就是说他从之前F42的6.3升 他扩缸到6.5升 所以说他马力 最大的马力可以炸到800匹 800匹 对800匹 所以说他的扭力也高达73.2公斤米 这一台车等于是现在的量产的 就是非限量的GD跑车性能表现最强的 因为他的急速 他已经可以达到340 但是0到100加速可以低于3秒 也就是2.9秒可以达成 那大家可能觉得现在很多车 不是都低于3秒 但是别忘了这一台是二轮驱动的 就是前置引擎后轮驱动 他等于是他的动力要完全 让后轮发挥 对 那这样在抓地力 可能起步弹射的抓地力 不会像市区车这么好的情况下 其实制作的难度是很高的 车头的线条很漂亮 要太快 听说0 200是7.9秒 对 7.9秒 而且它的造型设计 它等于虽然它的底盘结构 是维持F12 然后再进行改造 进行强化 但事实上你不会觉得 这一台的线条设计有一种违和感 因为事实上当初在设计F12的时候 就已经顺便设计这一台的线条 而且你看它的头灯 那个眼睛真的好有神 然后车侧这个线条是由低 一路往上扬到屁股 它的座椅是碳纤维打造的 然后你要看到它的皮革包覆 如果我记得没错 这一台椅子好像四十万 真的假的 台币大概40万 然后它左边有旋钮 从这个地方 它是大灯的开关 还有VDA 也就是它的动态 顯示仪表的控制键 对 但你看它的方向盘 整个就是要去赛道上修俗 它的方向盘延续的是 Laparali的设计风格 它的Malatino设计 已经算是进入了另外一个世代 空间不小耶 德哥 这个空间比我想象中大太多了吧 但是它的后面的设计 等于跟F12还是比较接近 因为包括它的鞋背的这个尾门的大小 对 大概就还是延续F12的那个风格 只是它在造型上做更动 这个就是在梦想街 帮助大家一起圆梦 有梦最美了喔 812 Super Fast 真的好漂亮喔 那这一次我们在上海赛道 还特别拉了两台猛兽 直接到赛道上面感受 0 250的加速快感 先不剧透 这两台我先留梗一下 因为我们后面要帮大家报道 但是我觉得法拉利 真的还挺会行销的 你看70岁生日 然后安排了这个大家可以去体验 或是去看它还没上市的车款 甚至还有FS SK 全部都出来了 然后还包括了它这些很快的 很夸张的纪念品 看到吗 70周年 这是算是一些 它提供给外界的一些纪念品 还有这个呢 是给媒体朋友们做纪念的 采访记录的一个纪念品 还有这个很特别的喔 它是邮票 竟然出了邮票 那这些礼物呢 就是我准备要来送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了 希望大家今天看节目 来答题 我们把这个礼物送出来 罗哥 这就叫做行销 其实世界各国的大车厂 都很懂得行销 但法拉利的行销法叫做 虐心行销术 因为有些东西 有些车款 不要说这东西喔 有些车款 你拿很多很多的钱 跪下来求 它都不一定要卖你呢 对 没错喔 像这一次它70周年 我们在看这个画面上面 它推出了这个 这五台特市榜 哇 每一台车系 每个车系只推出70辆 所以总共350台 70乘以5 对 你听到这种限量的时候 你就完了 你想抢都很难很难抢得到 好 那我们来一台一台看 你看左下角那台 紫色的这一台 这是F3 Barinetta 它是 你看它们的行销 它跟很多传奇人物要绑在一起 要有故事嘛 要有故事 对 所以最会讲故事的车厂 它的车子就可以卖到贵到你买不起 它都不在乎 对 你看我们那一台这个叫Sterling 它是 纪念这个1961年传奇车手 就是Sterling Moss 驾驶那个250 GT Barinetta SWB 那台车 的 对 它那时候赢的时候 就 车身就是类似这样子的涂装 它还有 你开过这一台车 名人开过 然后还有同样的涂装 对 然后妇科还原 让你拥有它之后 你会觉得这也好像那一位 那个名人 好像跟它就有点联系 无形之中 你就跟传奇车手 做了一种心灵上的交流 是 那再来就是红色的这一部 后面这个 这个 对 488 GTB 它就是纪念我们很耳熟能详的 这个 舒马克 对 所以它特别 因为我们知道 舒马克七届的F1世界冠军 所以 但是它现在人在 这个病塌上 就是 上次自从这个 滑雪意外之后 一直到现在都还没有 所以 它的车迷朋友们 或许可以透过买一台这样的车款 也许吧 所以它特别使用的法拉利红 对不对 然后再醉点白色 然后来纪念这位车手 那再来一台就是California T 就是 右边的 中间那一台 对 那这个是麦昆 Steve McQueen 它的灵感 是来自1963年 250GT的Bernetta Lusso 那 这个车子的 很有意思就是 就是当时那个美国演员 这个Steve McQueen 他的第一任妻子 Neo Adams 送给他的礼物 所以他用的 他那时候就是有一个 之前的那台车 他就是用这种很特殊的颜色 对 而且它的棕色的漆面 还有车内 全部用那种 骆驼皮 那一双的整线 所以 等于又连结了一个名字 有没有 一二三三个 而且这很有气质的故事 对 然后这个绿色的这一台 就是 488 Spider 这一台 就是Green Drill 就是绿宝石 他用的这个 当年这个365P2的 那个车身的外观 这个赛车 是由英国的车手David Piper 他在驾驶这个365 这个P2的比赛 那 这个David Piper 他是一个非常知名的 法拉利的主力车手 而且是兼车队的领队 所以说如果你知道法拉利的历史 你会觉得这些人都是赫赫勇 于是 又推出这样子的车色 特别的车色 只有70台 对 这越讲 越大越流口水 对 那最后一台 这个客制化的 后面那台白色的 白色的 488 Spider 对 他是来自这个Pinuvaria设计的 1953年款的这个375mm 他这个车身的颜色 其实都是颜色 我们刚刚讲的都是 对 纪念哪一个人 他的用的什么颜色 所以特别推出涂装 你其实跟他拍电话 在我们车厂对不对 对 推出一个颜色而已 对不对 那你就可以说 70量 限量版 对 跟谁连接在一起 你看这人家都会讲故事 而且人家的故事还讲说 你在旁边有个背诀 对 我70回70岁烙印在上面 这台车 他就偷偷暗示你 未来可能还会升值 对 就是只有今年买得到 明年没有了 是不是 可是 现在要告诉观众朋友 你有钱也不一定买得到 德哥 他的规矩有够多的 你要先拥有几台什么 再有几台什么 这是我永远搞不清楚 对 因为那是只针对它的终极版本 就比如说 像它的限量版车型 比如说像之前的 像以来台湾的算比较晚的 像之前Enzo 那也不是总代理进的 但是总代理之后 它像599GTO 台湾四台 然后599的Apeta 台湾三台 那之后还有像这个F12的TDF 然后包括它的这个 LaFerrari 然后包括它的Apeta 它其实规矩就很多 那甚至后来像LaFerrari 它已经竞争到 你有那么多限量车 大家都有 那我们都想买 那你还要参加过它的挑战 你才有那个资格可以驾驭它 也就是学费要缴很多 学费要缴很多 那事实上 其实说真的 因为我也算是Ferrari的车迷 那模型当然不用讲 它不要说真车贵 它连模型现在都涨价 而且它会一直换不同的制造商 因为它有一个商标授权 都要花钱 然后它的行销还有包括像 你看我包包的这个 这个看起来不值钱 这是跟Puma合作的 像这个它就是制造商 它也是要付钱给Ferrari 然后还包括衣服 上面一批要嘛 下面一个Puma 对 这个都是要花钱的 但是这某方面 是可以满足车迷 那像我之前跟这个杨哥 有去阿布达比 我们有逛Ferrari Shop 那其实有时候常常去试车 包括它的那个 Marinelo的Ferrari Shop 都是我必逛的 那一区基本上 都是靠Ferrari在吃饭 连餐厅也是一定要放一些法律的东西 你又哪吃哪海 然后它的精品店 也不是只有Ferrari Shop 它还有旁边在卖模型 你去你就是 只有一个重点 只能够找一些 对 你就是要去花钱 那其实它某方面就是满足车迷 你还没有车的人 你会带给你一个希望 因为有法律 那当然很好 是每个男人的梦想 那没有的 我其实藉由这些穿搭 然后藉由买这些模型 我也可以满足 所以某方面这些行销也是因为 乐学的男儿太多 对 但是有钱的男儿比较少 我们可以付一点点 他很会做生意 我们去这个乐园 这个乐园的入口处它是卖票 右边卖票 然后中间就是验票 它是一个手环式的验票进去 左边就是卖场 这个卖场你不用花钱进去 就可以买了 真的 等于说这个卖场是一个出口 等于说你入口从中间进去 你出口要从左边的卖场 从卖场出口 一定会经过卖场 这心机太重了 无论你买票不买票 你不买票也可以去卖场买东西 你买票进去完 出来以后也要经过卖场 大卖场 所以是非常惊人的这个 我觉得你们这些大男孩 我现在有点可以理解 就像我们带小孩去迪士尼乐园 你不进迪士尼乐园 旁边有个迪士尼兰 那个地方你经过 你还是会想要买东西 怎么样就是跑不掉 就是可能要消费 等一下我们大家不要流口水 等一下我们带大家直接去看 那个杜拜里面的这个乐园 可是说真的 兰迪克又不是只有法拉利 知道要行销 我看到保时捷 和Roseworth都很厉害 我觉得就以车上心态来讲 保时捷是包装 应该是说最会包装 最佩服他们行销团队 的这种想法 因为过去曾经我可能最夸张 我个人认为最夸张 保时捷不要再骂我 他们曾经出过一个叫做 Black Edition的 Black Edition的这个特色版本 那其实你回去看它的资料 其实很单纯就是全部黑色 这样的概念而已 把车色改黑 然后就叫一个特色版 黑妆也全部都黑色这样子而已 但是它的广告呢 就藉由这个墨水 然后滴到这个水里面 然后自然扩散 都有异象式的概念 扩散出车子 然后你看了这个影片 就觉得这个好有意境 还有概念 你信仰我钱不够 所以说 没有这样手滑刷下去 对 然后另外呢 那另外呢 还有就是说像去年推出的 Panamera 他就不强调它的产品 科技之类的 他不强调这些东西 他除了找一些明星来代言之外 那他还有就是用这种 所谓的勇气 这种概念 那种生活态度 这种也是很抽象的意念 然后就是说包装它的产品 就变成说今天多数的车厂 可能卖历史 卖技术干嘛之类的 但是他们就用另外一种态度面 生活态度面 然后来呈现他们产品的 要想要传达的意念 这个我记得有杨子琼嘛 然后有江主厨啊 都是名人啊 然后他们讲他们人生奋斗 充满勇气的故事 它跟车子可以结合在一起啊 他们就是借由这样的方式包装 然后就让人家觉得 看完我也要像他一样成功 所以说我一定要开Panamera 有类似这种感觉 1038万也有点贵 对 那这个就是一种 行销传达的方式 那当然就是说很多东西就是 他们就是车厂 就是希望你能跟我跟他买嘛 那我觉得还有更极致更极致的 叫做劳斯莱斯 因为他对自己非常非常的有信心 非常有信心 那他就喊出了一个叫做 车子我可以针对客户 打造任何一样 任何一种造型的车子 唯一的限制叫做客户的想像力 所以呢 这一次我去意大利参加这个古董车展 他就在现场刚好 就很刚好在今年就发表一辆 one off的客制化的车子 然后这辆车子的这个 这位企业成功人士 企业成功人士从2013年 就跟老师 就像老师莱斯提出了这个挑战 就是说既然你说这个是我 唯一的限制是我的想像力 我就给你出题 从2013年 那今年2017年才完成 完成了 完成发表 然后全世界就这一辆 那当然呢 你要让车厂花四年做一辆 属于你个人的车 这是有代价的 你可以猜猜它多少钱 钱 官方 这是官方公布的 但实际上是怎么我不确定 多少钱 真实 1300万欧元 1300万欧元 这不是古董车拍卖 对 one off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 one off就是独一无二 独一无二 量身定座 百分百客制化 对 代价也太高了 而且我在现场看 我在现场刚好看到车主 就这样把车开走了 那在路上的画面 前面有那什么 Maclaren 675LT 然后什么 这些限量版本 完全看不上你 就是它有独一无二 然后又是劳斯来斯 然后就这样 带过去 哇 这就是行销啊 告诉你说 什么叫做想像力才是限制 其实钱才是限制啊 背后我解读就这样 Lamborghini也会行销嘛 Lamborghini也很厉害啊 其实这些高端品牌 它们行销逻辑其实都很接近 因为你除了买车嘛 那你买车 你可以感受到它的激情嘛 它还可以 你还可以要求说 我要去工厂参观我的车喔 因为它工厂旁边就是博物馆 然后楼下就是那个 它的Lamborghini Shop 所以你看之后 你自然就会买一些东西 想说我买一点服务 对 但是除了 它原厂的这些精品以外 Lamborghini它还有另外一个精品品牌 叫Tonino Lamborghini 大家会觉得奇怪 它一定就是Lamborghini 但是它跟Lamborghini 的公司不太相似喔 因为Lamborghini 我们知道它其实已经是 归类VW Group嘛 它等于是Audi的子公司 但是是上Tonino的Lamborghini 它是创办的 是喔 是喔 Tonino Lamborghini 它叫Tonino Tonino 对 那因为它老爸的品牌 也名正言顺 所以等于也不能干预它什么 然后反而一起把柄做大 所以它有卖什么 又买手表 又买眼镜 又买香水 又买袖扣 然后赖打 这些 你想得到皮带什么 那些生活上用的精品都有 那Lamborghini 也会跟手表品牌合作 像我们知道 法拉利 它现在是跟那个Hubo 那这个Lamborghini 它是跟这个保博表合作 那保博表 当然也会赞助它有一些赛事 包括它有Trofio 那Trofio 它等于有点像Ferrari 的挑战一样 就是车主的这种 Gentleman Driver 那就是你一年缴多少钱 然后它可以有这台厂车 那由原厂的厂队 帮你维修 然后在世界不同的这个赛道比赛 说真的 如果有钱 我一定会参加 因为本身车帅以外 你再穿上原厂 帮你设计的赛车服 量身上过它的这个赛车课程 你已经觉得你就是国际车手 而且你可能今天在上海 明天在比意识 我那感觉很high好不好 而且都是F1的那种 F1等级的G1赛道 你可以平常在路上 你Lamborghini 大牛 你急速可以340 你也不可能 但是你可以在赛道那种大直线 对 享受拉到破300 然后再急煞降档 砰砰砰 然后再入彎 是不是很过瘾 然后你戴了他们 研发的太阳眼镜也都往后飞 那个时候应该穿塞车服 塞车服 上车前拍照戴一下 上车就先丢一边了 那个都不便宜 对 那个随便一个精品 那个都好几万的 不是大家想说 那个我买390 它了不起3900 它可能3900以上的 很贵的 可能100倍以上的价格 所以你会发现说 不只是汽车的品牌 它是一个赚钱的金积木 其实周边商品也很赚 所以我们回到法拉利好了 我看多了 它的表 那一支表我也带过 1028万 那一支 很大块的 很大块的 引擎坐在表上面 就是它为了Ferrari的表款 它还有什么样的周边商品呢 尼克 法拉利周边商品 一样跟刚才德哥讲到的 那个 你只要想得到的 几乎都会有 卡打架也有 你想得到的都会有 来 法拉利卡打架 我知道 因为这边列表还列不完 张维洋 他就有一台 然后手表 这支表算是 不是那么贵的 它这个有分 就是说 有分就是说 过去的话 过去的话 大概就是 贴一个这个 Ferrari的一个logo 那现在近年的话 因为一样 车厂行销 表厂也要行销 所以说 两个结合了之后呢 我就是要卖 非常高单价的 而不再提供 一般车迷 很清明的价格的这种精品 那是联名开发 联名来推出的 联名款 然后他们现在就更进阶 就是说 因为这个合作 所以说 特别设计 过去是只有贴一个logo 那现在的话 联合一起来设计 所以说他们的 所有周边精品单价 不贵 他们还不卖 然后他们互相 品牌 跟品牌之间的合作 你如果要推出我的商品 你要推出我 叫法拉利 冠名上去的商品 你不能卖太便宜 对 就不然铺满 我们都觉得很便宜 但是因为跟他合作之后 又变了相对就要变 稍微贵一点 是贵好几倍吧 贵很多点 大概是这样子 我们这边补充 就是我们去乐园的时候 看到他其实卖新的 新的手表 手表是一柜子 四三四十支 各种价位都有 他有贵的 有便宜的 所以其实不一定 八千块也可以买一次 规定都很贵的 规定都很贵的 因为他的机械表 就是HUBO 机械就会比较贵 那HUBO他连 包括最近法拉利 七十周年 他有一个TAC FROM TAC FROM 它是碳纤维的 那个台湾好像要上市 要上市 然后他的那个结构 就是法拉利的设计师 去帮他一起合作 然后他是用碳纤维材纸 车厂设计师 去帮錶场设计 标款 因为联名 所以它的一些 它也还有限量 然后它的一些 里面你看到他的齒轮 它的驼飞轮 这些都很精致 流口水 就是跟引擎一样是逸品 所以有法拉利 你就会自然会想要买一支 我們重新評價 剛剛有補充一下 就是我們還看到 賽車的破碎的零件 或者是F1的那個車頭包 它也在賣 對 那個都有標價 而且有人買 重點 而且那個引擎的本體 鋼體也在賣 它會寫出哪一台賽車上移下來的 尾翼它都有在賣 在裡面的標價 所以你是收藏家 你可以不用買一般的東西 一般Polo 3 鞋子 包包 這些東西都 襯衫 外套 夾克 都是比較容易的 你要買到那些真正的法拉利賽道上 或者是在磁體車上移下來的東西 那才叫收藏 而且法拉利車迷真的是瘋狂到 剛剛講的這些東西之外 這是正式管道可以買的 還有非正式管道 還有非正式管道 你看得到F1賽車場上面看到那種 監測螢幕的那些架子 然後車隊的經理山那些 都可以透過非正式的管道取得 然後還有使用過的這種F1輪胎 跟全新的輪胎 我看過國內收藏家 就是直接收藏一整牆 請問一下使用過了 我買它幹嘛 就紀念收藏喔 因為是F1上面使用過的 然後他們還會寫說 這是哪一場 幾年哪一場 誰開過的賽車 拿過什麼獎 然後換下來的輪胎 然後他們就堆一整牆的輪胎在家裡 其實我們去上海賽道 它不是有F1跟那個 Double X program的車在跑 F1也可以賣 就是你如果看咱們到那裡 它是退役的F1 你也可以買 所以改天盈廷姐會有一台 屬於盈廷號 然後在上海賽道遲程 等我可以開猛獸 你就聽到呼嘯而過 對 可能等廖恩廷慶祝70歲生日的時候 70歲你千萬不要 這個工作人員很危險 當我變老太太的時候 但是真的很會吸睛 我剛好真的要向法拉利世界的 很有研究朋友致歉一下 我真的看得太少了 竟然還有相機 還有法拉利電腦 法拉利手機 法拉利香水 還有浮誇的法拉利樂園 Eddie Young跟葉明德 兩位先生 兩個剛從法拉利樂園回來 Eddie帶我們看一下法拉利樂園 那裡面那個雲霄飛車 跟外面的雲霄飛車不一樣 它是可以比照賽車 所以這回他找賽車手來試是不是 這次我們去到有機會去法拉利樂園 也是遇到了這個很難得一見的 它是以F1的標準 0到時速250 只要5秒鐘 等於說我們雲霄飛車 一開始都是緩慢的起步 然後到高度的時候再開始緩衝 它不是 它的玩法是 它一開始它就彈射出去 它就第一步先直線彈射到時速250 不是 我們玩雲霄飛車 因為上去之後那時準備尖叫 可是現在是坐上去 然後一起鬥 就哇 就5秒鐘就飛出去 對 它就是彈射出去的方式 就是5秒鐘給你第一個快感 你看像我們看這個請F1車手 因為他們都 你看他們都覺得有一點壓力很大 這個各位觀眾朋友 這是F1車手 它平常時都是開0300 剛剛的5秒鐘 所以他們臉上覺得很有壓力 你看這是一個大轉彎 非常接近地面 有沒有 它是傾斜的 然後它又到高空去 然後再繼續往下俯衝 然後他說你看他們在看 他們在講這個軌道的配置 你看現在右邊 你看右邊非常接近地面 他們的右手邊幾乎都在地面上 貼地飛行 等於做貼地的概念 你看 這個出去的畫面 你看 你看他們臉都要閉氣 因為就是5秒鐘 就是射出去 那個皮都往後面飛了 對 風壓很大 他們坐第一個位置 我是不敢坐第一個位置 坐在後面的位置 這個姿勢在空中在賽車 這0300的那種感覺 這0250嗎 240 250到250 5秒鐘到250的加速 這也太開了吧 而且國外還有那個 因為我做過 我去過兩次 做過兩次 然後國外還有這個 玩家做第一排 對 撞到昏照 昏照 你看 雲霄飛車比昏照還快 撞到要整邊轉飛 可是我覺得它會內傷 因為你知道 那個即使是小石頭 然後昏照又嘴了 搞不好我回去要搭金石膏 你知道還滿High的 可是說真的 因為我可能對速度比較 已經算是重度的那個 我做第一排我也不會叫 然後我反而會覺得 隔壁是被狗咬到還是什麼 怎麼叫 對 叫得很大聲 然後臉部的表情很誇張 那我大概就是做的時候 都面無表情 他想說旁邊的人寫動物是誰 但是重點是 大家會覺得那個 乏力的 那個雲霄飛車是必玩對不對 我後來第二次去 找到了一個更刺激的 他一個在東側 一個在西側 結果楊哥他那個地圖 比較大張 對 我們從杜拜帶回來的 你的那個 你的這個東側 東側是雲霄飛車 他西側有一個叫Flying Ace 對 你真的可以體驗開飛機的感覺 因為他還有360度倒轉 我就覺得 然後那個速度絕對比那個 240的還要刺激 因為他真的 這是我們剛剛講的 就是0到250 這個地方是0到250 快速一開始 一啟動 就出去了 Fumilla Rasa 然後這個叫Flying Ace 這個就是模擬 因為法拉利當年有做過戰鬥機 對 所以他用這個戰鬥機的概念 你去做那個 因為他Logo是原是一戰的空戰英雄 然後來的 所以說他為了要 讓你體驗一下空戰英雄的感覺 所以說他做一個 就像戰鬥機一樣的 這個雲霄飛車 這樣可以 然後360度 跟你轉下來 而且是一直轉 他不是轉一圈而已 很過癮 而且你在進去的時候 他那個就很古樸 他那個裡面的布置 他的橙色就是很像那種 一戰世界大戰 還有馬車純的雲霄 然後你就覺得 我好像應該穿飛行船 這是一般忽略的 大家都以為去做F1的雲霄飛車 但其實這是一個 另外一個亮點 那他有三個軌道 這個是一個就是 像那個Drag Racing的兩台車 然後往前 這是另外一個 等於這三個是外部軌道 請問有沒有適合我這種 那個弱女子式的 有 它也有那種 你可以開它舊型的那種 250的California 然後是娃娃車來 一行一台 然後它也是軌道 然後它有很多那種 像小人國那種布景 就是你可以環遊義大利 所以也可以跟小孩去玩是吧 不是只有你這種瘋狂男子的 沒有 大人小孩都會High 真的 熱血的男子可以去感受 這個樂園 它大概以130公分為限 像這種快速的 都是130公分以上 那它有這個Family Farm 跟這個還有這個小孩子的 小孩子在玩的設施 它有一些 就是屬於這個 可能130公分以下的小孩 也可以玩的設施 所以它是一個 算是家庭式的樂園 然後非常的精彩 那我們也去拍了一個 就是這個地方 還可以租法拉利 California 你要現場預訂 你可以在 這個叫做 因為這個法拉利樂園 是在唯一一個叫 Yas Island的地方 它是一個人工島 所以它除了這個賽車場以外 它還有這個水上樂園 跟法拉利樂園 所以它有時候在網路上 可以預先買票的時候 它是買水上樂園的票 跟法拉利樂園的票一起賣 所以你可以有比較優惠的價格 真的太High了 到底這個門票價格有多貴 等一下回來我們幫大家分析 同時讓大家看看 真的很獨家畫面 我們直接進到法拉利樂園 馬上回來 法拉利70歲囉 今天我們有準備很多禮物 我們要先送出三本 媒體採訪的小本子 那就請大家到我的粉絲團上面 去答題 而且要拍照喔 等一下題目在下一階段 告訴大家 我們先來看看Eddie Young 帶我們前進的是 杜拜的法拉利樂園 好漂亮喔 我光看畫面就覺得 你怎麼沒帶我去 沒意思 下次一起約就去 下次有盆盆票有點貴對不對 那個走進去 你就會覺得 它有各種不一樣的那種 很古樸的感覺 這個是 這個是高卡場 這個是高卡場 我有去送 夜明的我有去送 對啊 它不是你馬上去就有 你要先預約 所以我去的第一件事是先預約 然後等下午啊 吃完飯打嗝了再去玩 然後 但是 它這個高卡場 有一個好處就是說 它真的還蠻容易甩 因為它是電動高卡 你裡面噴不吸油 噴不聲音 但是它是電動的 然後配馬達的聲音 你一樣聽得到F1 類似F1的聲浪 而且你要換它的那種 非防火的賽車服 那個賽車服很好玩 它是 連這個褲襪都會拉鍊 連兩邊拉鍊 所以 你其實不用把原本衣服脫掉 你只要找大件 對 靠上去 滴死一下 對 所以還蠻好玩的 因為室內都有冷氣 你像看這個 慢慢的這個 油程車 就是好像由義大利的風景 那是小朋友可以一起坐 就是我剛才提到那個 California那個玩具車 你可以坐 你可以坐 就是你唯一能玩的是不是 然後這個地方 這個影片是 他們講法拉利製造廠的過程 怎麼樣製造出一台法拉利 等於工廠巡禮 然後它就借著做一個小攬車 看看這個車是怎麼生產出來的 風洞的 這是風洞的一個模擬 它是經過風洞的測試 然後它的烤漆 它的噴漆 然後它的內裝 組裝這樣 它一關一關的介紹說 一個法拉利怎麼製造出來的 所以這也算是有一點像 Discourine那種教育的優惠 你看這是車台 把車子整個抬起來 對 下面可能要組裝 底盤的部分 然後這是機械手臂 可能是噴漆 這是真的你在現場看到的 對 現場看到 其實它是 你等於坐進一個椅子 它會帶你去一個小隧道 然後它是在隧道裡面投影 所以不是真的突然有一個工廠 那麼大 讓你這樣慢慢看 對 但是就是可以讓你在現場 很快速的知道說 法拉利的歷史 還有它造車的工藝 然後實車也在你面前了 因為它也有個小的博物館 對 那些其實就是模型車 對 那沒有密情的 對 你想說 它那個FXXK這40台 哪有可能夠 夠量量錢 拿一台放在你那裡 260萬歐元期耶 可是我們從畫面上看 後面那個最後鏡頭 是我們在那個住的飯店 下面就是賽道 下面就是賽道 對 賽道 對 賽道 然後從這個飯店的賽道 到法拉利樂園 大概10分鐘車程而已 很近 所以它是緊接著 隔壁 等於說可能是F1賽季的時候 這個樂園又可以 來看賽車的人 可以去樂園玩 然後也可以來看賽車 所以我們推薦就是說 第一個這個 我們剛剛講的 我們結納一下就是說 就是說你的雲巷飛車一定要去做 對 第二個 你進去的時候 要趕快先預訂那個GoCart 因為GoCart要先預約 不要你玩到全部玩完了 再去玩GoCart 你就沒了 那如果你的預算很夠 它可以租一台那個 California 在這個島上繞 你要可以先預約 就可以少走點路 沒有 繞的意思就是說 你可以開法拉利 體驗而已 主要是體驗 對 租一台法拉利來體驗 別的樂園應該沒有做這個服務 而且如果是旺季的時候 你可能在F1賽季 你會發現說 因為它附近飯店不是太多 你可能都全預約 那這時候怎麼辦 你如果有遊艇 你可以開過去 因為旁邊的碼頭真的很漂亮 你現在是說真的嗎 真的 我說真的 真的就可以開遊艇在旁邊 它旁邊就是碼頭 而且它碼頭是很新穎的 它是一個人工島 所以它可以碼頭 它遊艇可以進來 它海水清澈到 你還看到魚在游 真的 真的 有錢的樂園是全部綜合在一起 有最高檔的F1 然後有最高檔的法拉利樂園 還有有很新穎的遊艇碼頭 然後一切一切都是 就是大家一生一定要去一次 然後像盈玲姐70歲 還有F1放在賽道 等你去K對不對 希望我真的到時候 夠有那個困難 我們來看看它的票價好不好 到杜拜法拉利樂園 我們現在不講機票 機票必然也不便宜 我們來看看門票好不好 之前我帶小孩去逛的迪士尼樂園 可花不少錢了 東京迪士尼樂園成年人 大概就是2000塊台幣 其實有漲 學生大概1730元台幣 但是如果你要到 杜拜的法拉利樂園 那就大概要花到 2255元的台幣 我們是從阿富達比的價格 價格算過來的 台幣是這樣 小孩子都是1885元 但是我發現 有件吊詭的事情 看這個地方 One day take it 是這樣換算下來 我們是用最低去算 其實它還有玩兩天的 然後或者是只玩一兩樣的 還有什麼Fast Pass Fast Pass 還可以讓你額外花錢 還有這樣子的 我們去看一個 它是3D的 就是模擬法拉利在鄉間 然後在鄉間開的時候 它有一個立體劇場 是大概4D立體劇場 然後我們就在做的那個高架上 我們做平台 它把我們推到這個立體螢幕 3D立體螢幕加水霧 所以算4D了 然後它這個東西 我們就遇到這個Fast Ticket 他們就預先進去了 我們是一般票 我們在那邊等 那他們做完了 剩下才輪我們 這是給譬如說你可能 只有3個小時來玩 就要走的人 你可以買這個票 他就可以優先來使用各種設施 他優先就是 所以就跟那個可能有一些 是Golden Ticket之類的 它可以 他們可以優先玩很多設施 因為他們時間比較緊急 所以價格不一樣喔 一個禮拜7天 早上11點看到晚上8點 所以晚上也能玩 所以其實是時間很長 所以就是玩一整天 想一想也沒那麼貴了 只要你有體力玩的話 好 我們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 我們要送出三位幸運的觀眾陪友 等一下的題目就是 羅昆平最喜歡哪一款經典的法拉利 我們等一下公布答案 馬上回來 歡迎回到夢想街57號 富比市雜誌有選出了全球最美的10台法拉利 大家看看 其實你新移的車款可能也在上面 包括250GTO還有250GT Lusso 還有包括365 其實好幾款都是非常的古樸 甚至很經典的車款 還有F12 Berlinator 這個葉敏德很喜歡 2288GTO還有458Italian 這幾款當中 羅昆平先生要公布他 心目中覺得最美的一台法拉利 有在上面嗎 猜猜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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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要拍照到我臉書上傳 然後告訴我答案 我要抽出三位幸運觀眾 大家要抽獎 等一下一定要看我的手版 這裡面有一台左下角有沒有 有一個1957年的250TR 是他嗎 那個TR就是Testerosa 對 那其實呢 在那個年代 他那時候還是做Turbo 那這台512 不是 這台Testerosa 來 大家看一下 好漂亮 它叫做紅頭 Testerosa在義大利文裡面 大概就是分譯成紅頭的意思 那是紅頭 紅在哪裡呢 是它的那個氣缸頭 它是5公升嘛 5.0升 水平對臥12缸 所以它後來的車款 繼續延伸下去 就變成512TR啦 512BP啊 512M啊等等 我們會看到它的紅頭 是紅在哪裡 紅在... 引擎蓋在哪裡 引擎 要打開引擎蓋來看 在這兒 你看這邊 你會注意到它的這個左右這裡 它是水平對臥 所以你看這邊 這裡很小的地方 上面也藏在下面 它就藏在水平的嘛 上面是進氣 對...水平對臥的 它的氣缸是紅的 那我們... 這個導致我們玩改裝的人 導致這個紅頭 你會想到玩... HONDA HONDA CIVIC 對 D16C 紅色的H 你只要是那個氣缸頭是紅的 我們都叫紅頭 現在都是這樣講 對... 所以我們講紅頭 其實原始於這台Testerosa的概念 是這樣來的 那這台車 我覺得它真的是很漂亮 它... 雖然當然你跟現代 新的這些車子來看 可能線條就沒有那麼柔美 可是它是非常優雅 尤其是它這個進氣炸 很多人笑稱它說 這個進氣炸是拿來切起司 或是切雞蛋有沒有 就是你煮好一顆蛋 然後就這樣... 把它切成一片一片用的 可是真的很漂亮 我記得我大學時代 我們在那邊玩電動 對不對 有一個叫名車大賽 那時候黑白螢幕的年代 黑白的紅頭 386 486的PC的那個年代 這個車子一出來 這個線條真是 太優雅太美了 那你看當時 沒有什麼風洞的技術 所以它的這個風阻係數呢 做到0.36 所以其實你用現在的眼光 怎麼跑車風阻係數還0.3幾 弱爆了 但是這當年 但是它的強勁對手 Lamborghini那個Contact 它要0.4幾 那個統哥沒有很喜歡那一台 那個0.4幾 對... 那它這個 而且那一台還要有一個尾翼 來增加下壓力 這台不用 這一台它的上升力是0 真的嗎 對 它可以把它做到 它的升力是0 我就覺得很優秀 太厲害了 因為你看它的側邊線條 它已經前低後高 然後就有做這種下壓力的設計 是 非常厲害的 所以我覺得 這台真的是永遠的 所以看它是0.4.5